我刚刚买的菜好像已经来了 昨天晚上柯南的妈妈热情的要求我们吃了晚饭 我都一个菜都没有做 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今天大家说要不一起吃个饭 然后Neko说她要做个鱼 那我说我也做一点菜吧 展示一点路上跟鸭鸭水道的东北菜 其实东北菜也挺好吃的 我发现现在买那个在超市买那个前腿肉 只要20块钱一斤 感觉比我们进拉萨的时候便宜了 是个好事啊 看一下厨房里有多少人 哇有三位大厨 哇有一个看起来很卖力的大厨 哈喽 嗨 嗨 好吧 你要不要我的蒜蓉盒子 直接拿过去然后一拉就好了 真的 走出嘛 我需要 哎呀 蒜蓉盒子一拉嘛 一拉得 哇 我去西藏磨刀石搞掉了 来吧 一直觉得自己的刀很顿 这里是粗磨的 哇 哇 我第一次见到电动的 你可真是个宝藏男孩 真厉害 哎呀 你说 我觉得我下次可能坚持不到柯南这儿了 我还是得自己来摸刀石 我看你这里没把刀都很松粒 我就想你们家肯定要么有人磨刀 要么是有什么东西 你看神气完整了 好我们来试试新菜刀吧 这应该比新买还好用吧 哇 好爽呀 开心 哇塞 完蛋了 我要是想跟喵总申请让他给我买一个 他会不会同意呢 好了 东北 这个叫铁锅炖吧 就是土豆 烧豆角 哎 是不是好像少了个茄子 炒烧肉 这是什么肉 这是那个肉 这个那个肉 这个二捞甜腿肉 腿肉 要肥一点 这什么做法的 中北鲜菜 先把肉的油炒干 再把菜烧进去 然后焖一下 然后再放麻粉 再焖一下 哦 这样就 肉炒好了 来点八角 然后我们把土豆 丢进去 哇 那口特别喜欢吃土豆 今天要求我多放 多放 我觉得这一锅都要吃土豆了 把豆角也放进去 这个豆角和土豆比小 就不值得 来点生抽 来点蚝油 来点蚝油 倒上水 没过这些菜 嗯 我觉得味道还行 但是颜色差点 我们来点老抽吧 老抽 然后来点糖 然后这样大火炖它十分钟 我们放了粉丝以后 再小火炖二十分钟 这个粉丝粉 不知道好不好啊 今天在超市买的 哇 看看我们的大厨 Niko 蒜蓉 这个呢 带着广东味的水煮 广市水煮 你吗 好 这个是Niko 一个广东人做的麻辣鱼 看不到手条 这是什么咖啡 不过看起来挺好吃的 东西合璧 然后这是大虾 蒜蓉蒸开边虾 这是一个本来要做成 东北的黄瓜丝的 变成了一个麻辣黄瓜丝 因为没有黄豆浆了 这是一个乱炖 还有一个凉拌秋葵 我一直没等你 不用等 我搞慢 看一看 没有辣椒版的 可以的可以的 我连普通话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广东 广东这个叫什么 锤子 四川人 成都人 我们这个叫波波 波波 我们叫雷波 雷波 来 洛杉仁 对我 咱演示一下 这样子嘛 这是从小班 还有那么大的对我 做海椒面 对 对我 对我 以前都是来 种什么辣椒面 辣椒面 胡椒面 都是靠这个 还有十八 十八我们这边没有 主要是辣椒面 胡椒面 没想到贵州和四川离得这么近 同样一个东西的叫法都区别这么大 又增长了一点点奇怪的知识 那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明天见哦 拜拜